文字幕志愣 剧场所谓的影响 文字幕志愿 我的名字是Johnson 我是从台湾来的 文字幕志愿 我在德州长大的 所以我從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玩Poker了 在很久以前從那部電影Rounders出來的時候 德州就很多人到處都在玩Poker 那個時候週末都會跟朋友一起打Poker 我在玩Poker之前我有投資一些小席的生意 當我靠Poker賺的錢 比自己每個月投資生意的錢還多的時候 而且風險還更小的時候 我就知道可以靠Poker來做一個事業了 其實Poker大家打到職業之後 都會希望在一個時間內退出 退出不代表說不打了 退出就是不要再像現在這樣子每天打 因為你這樣子每天打 其實它還是有它的壓力在 那你變成你的腦袋隨時都很清楚 然後你要身體也要保持健康 所以每天打的時候實際上壓力很大 在台灣我們是打算在做教學這方面的學校 我們在籌備當中教現場的 那Ray是教網路的學生 可是我們都會互相配合 亞洲人很多人可能會比較喜歡從現場的開始 因為小時候大家都看過賭神嘛 亞洲人都是喜歡從現場的那種感覺 那種氣氛我覺得對亞洲的市場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教出來的也就是希望大家是 往現場的方向去走 那當然網路的還是有他們一定的族群在 那Ray就是負責在教亞洲人在這塊方面 我估計大概在三年到五年 如果存到夠的錢的話 我們會是希望是開發這個市場 而不是就是一直自己打一直自己打 因為畢竟自己打 你如果希望以後老了還喜歡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這樣一直打下去 可能到了老了你看到撲克牌就會吐了 可能看到賭神也不會想看 還不好 來 來